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战况最惨烈的一场战争 正所谓非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么大的一场战争 绝不是一个或数个野心家 一念之思就能够发动的 事实上 在1919年签订 凡尔塞条约的时候 法国的扶序元帅就已经明确指出 这不是和平 而是20年的休战期 也就是说 二战的根源早在20年前签订条约的时候 就已经埋下了 今天 我们就沿着周星国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轨迹 看看恶魔是怎么养成的 先说法西斯三国中最烂的意大利 很难想象 意大利这个打仗水平比法国还要差劲的国家 居然会是法西斯的发源地 然而 一切在意料之外 往往又在情理之中 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世纪历史60年代 19世纪40至70年代 世界各国都在发生着一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德国 法国 中国 英国 日本 美国和俄罗斯 这几个日后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主流国家 在那30年时间里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大变革 这次百年变局的大背景 就是欧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 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封建王权 全心全意为资本扩张服务 核心任务就是统一原来破碎的小邦国 打造一个统一市场 以及开拓海外殖民地 而那场百年变局 同样也牵涉到了意大利 自罗马解体之后 意大利半岛千年来都是一盘散沙 在百年大变局发生之前 意大利半岛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南部由纳布勒斯王国统治 中部由教皇国统治 而北部则呈现三国分立的态势 这北方三国分别是威尼斯 伦巴蒂王国 萨丁王国 在这几个国家中 除了萨丁王国是独立主权国家之外 其他几个国家背后都有一个外国主子 纳布勒斯的靠山是西班牙 教皇国的靠山是法国人 威尼斯和伦巴蒂的靠山是奥地利人 当时萨丁王国出了一位著名政治家 叫做加福尔伯爵 此人是意大利的开国国父 他联手另外一个叫加里波蒂的意大利名将 一同大邦加罗伯的操作 把意大利给统一了起来 但是意大利的这个统一是有猫腻的 因为与此同时 德国也在完成统一战争 是比斯麦军队把威尼斯和教皇国背后那些 靠山一一打趴在地 而加福尔和加里波蒂 就趁着这个机会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 给就贵族保留了大量的权力 这才勉强把意大利拼凑在一起的 这种改革是很不彻底的 是很难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庇护的 而且意大利跟德国一样 都是后发国家 等他们完成统一之后 世界各国的殖民地 早就经被英国这些老牌国家给瓜分了 哪里还有阳光下的地盘啊 意大利既没有殖民地可以剥削 也没有办法像德国通过铁血战争那样 打造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为资本主义发展保驾护航 于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直都是半死不活 以至于被人戏称为伪劣强 到了德国发动一战的时候 他们又想顾忌重施 跟在德国人身后夺取英法的殖民地 结果开战没两个月 他们看到风头部队就宣布中立 投到了协约国那边 把枪口对准了原来的盟友奥地利人 结果没成想 伪劣强打不过布娃娃帝国主义 居然被奥地利人给收拾了 所以一战结束后 意大利虽然顶着一个战胜国的空头线 但是你把仗打成这个鬼样子 有什么资格上捉分肉啊 结果就跟当时的中国一样 顶着个战胜国的头衔 落了个战败国的待遇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 别管意大利人打得怎样 但这真金白银可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 付出了这么多战后 意大利却一无所得 以至于百亿萧条 民不聊生 大批工人下岗待业 社会矛盾极为突出 老百姓都憋着一股子怨气的 最严重的时候 意大利有将近四成的工人 自发组织武装跟政府军对抗 要知道底层人民是乌合之重 没有太强的思考能力 一旦他们饥寒交迫 什么样的极端思想 他们都愿意信 不管是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 或者是民族主义 都行 所谓病急乱投医 说的就是他们 所以 在一战之后 除了共产主义思想 在意大利流传的较广之外 莫索里尼的极端民族主义 思想法西斯 也广受普罗大众的欢迎 莫索里尼敏锐地发现这一点 通过煽动底层民众 组织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通过强调个人权威 打造出一个黑社会 氛围浓厚的先锋队 黑山党 来领导这些民众 最后在一番较量之后 莫索里尼凭借极权独裁的优势 先后战胜了工人的共产主义 和资本家的自由主义 通过发动反政府政变 于1923年成功夺取了意大利的政权 但凭他一己之力 肯定是翻不了天的 然而他的成功 却给另外一个恶魔提供了样板 就在莫索里尼夺权的这一年 他日后的小谜底西特勒 也在德国发动了啤酒馆暴动 只不过西特勒 没有莫索里尼的运气好 这次反政府行动 被魏马共和国给轻松镇压了 毛主席曾对这两个人有过评价 说这两人都是江湖骗子 但是莫索里尼水平明显更高 是个权术家 当时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 从1918年到1923年 这五年时间 德 义 奥这三个战败国 都闹得民不聊生 这种环境给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土壤 如果希特勒有莫索里尼那样的权术 他绝不会蠢到去发动啤酒馆暴动 他要做的应该是去煽动 这些心怀不满的群众 培养自己的势力 而不是在羽衣未封之前 直接跟政府兑现 历史是有窗口期的 一旦错过了就要付出代价 而希特勒这次盲动 导致他掌权的时间 整整被推迟了十年 1924年之后 美国为了在欧洲搞事情 整出了一个道威斯计划 这套道威斯计划 基本上就是马歇尔计划的1.0版本 目的就是通过提供资本和市场 重新盘活德国的经济 经济好了 老百姓有饭吃了 谁愿意信他们那一套啊 可人家美国之所以扶持德国 是因为看中了德国能打 而意大利在战场上表现得这么烂 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 所以到道威斯计划就没有汇集到意大利 否则到莫索里尼非得被整死不可 在道威斯的扶持之下 德国人又过上了五年的好日子 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 美国人自身难保 而高度依赖美国资本和市场的德国 成了欧洲诸国中此的最难看的一个 大萧条发生之后 苦练了五年法西斯神功的希特勒 已经把莫索里尼那套打法练得滚瓜烂熟 等时代的窗口再次打开 他就开始在德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崛起 1933年 危机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希特勒的势力发展到了巅峰 代表荣克贵族利益的新登堡总统 才勉为其难地把大魏让给了希特勒 但是莫索里尼和希特勒 这种江湖骗子煽动人心还可以 可是搞经济做实事 他们是不行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 希特勒上台之后 很快就把德国经济给盘活了 他是怎么盘的呢 其实就跟今天的债务经济一样 借钱消费 只要有消费就有市场 消费市场被盘活了 各行各业就会欣欣向荣 可当时民众已经空空如也 谁也不敢乱花钱啊 于是希特勒主导下的德国政府 就扮演德国市场最大的顾客 这个顾客敢借也敢花 那借的钱用来干什么呢 答案是搞大基建 造枪造炮 可问题是 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你借的那些钱以后怎么还呀 难道印钞票吗 当然可以这么做 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市场上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就是在打击人家的积极性啊 以后市场经济非被你弄死不可 所以希特勒没有办法 他只能用这些造出的枪袍去抢夺别人的资源 用那些资源来还债 还完债之后他还要继续借债 继续刺激消费 然后还要继续地去抢劫 当时德国和意大利都在玩这种把戏 这就意味着他们走向战争是注定的事情 他们只能通过不断的胜利来苟延残喘 但是只要遇到一场大败 马上就会完蛋 可是世界上哪有长生不败的国家 常在河边走总会弄失邪的 与德裔两个战败国不同 日本这个国家是一战的战胜国 按理说他应该活得比较滋润才对 但实则不然 1905年 日本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 跟俄罗斯打了一场日俄战争 这场战争最后以日本的胜利告终 当时日本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欠了欧英美一屁股的债务 本来是想着打败俄国后 像甲午战争一样 得到一笔丰厚的赔款 不仅能把债还了 自己还能落下不少 可没成想碰上了俄罗斯这油盐不尽的硬骨头 沙皇表示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只各地不赔款 不服就继续打 可日本哪里还打得动啊 虽说得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诸多权益 但这些都是固定资产 一时半会很难变现 根本没法用来还债 正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务 所以日本在1905年之后 很难发动什么大规模侵略战争 只能老老实实地给人打工还债 就算中国在大清覆灭之后 陷入军阀混战 这么好的机会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错过 除了一战时 趁着德国无暇东库的空当 夺得的青岛殖民地之外 此后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所以日本在列强中 其实属于吊车尾的存在 混得还不如到威斯计划后的德国 大萧条危机爆发之后 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地国家 可以凭借着广大的殖民地市场 减缓冲危机的蔓延 可日本就没这么好的条件了 他手上仅有的殖民地 只有中国的山东青岛 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台湾 这些小地方根本就不足以让日本人应对危机 那日本不是还有东三省殖民地吗 提起这个 日本人就来气 当时东北的军阀是张作霖 他虽然是日本人亲手扶持起来的 但是在国家大义面前却从来都不含糊 一直把日本人当猴耍 时不时的还想办法从日本人身上扣几根羊毛 搞得日本人蚕食东北的计划 进展得极为缓慢 所以在遭到大萧条冲击之后 日本人的情况并不比德国好到哪里去 国内也出现了工人失业 农民破产的惨象 这些破产的农民工人里头 很多人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不含泪送自己的妻子 母亲去从事服务性行业去了 因此他们对社会早就积聚了一骨子怨气 只要有人振鼻一呼 马上就会硬者云及 不过日本的法西斯头目却有点特殊 他不是希特勒或者莫索里尼这种出身底层的人 而是日本的育人天皇 育人天皇是日本一千多年来 唯一一个掌握了十权的天皇 这一点他的爷爷明治天皇和他的父亲大政天皇都没有做到 而羽人天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掌控了法西斯这股力量 但是因为有着几千年的神权道统加持 羽人天然就是个神 所以他不需要像莫索里尼和希特那样 天天去公众场合搞造神运动 只要他挥挥手 活不下去的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会归附于他 所以他有条件像中国明朝的家庆皇帝那样 对于很多决策都是哼哼哼 点点头晃晃脑表达一些似是而非的态度 仿佛什么都没说 但又仿佛什么都说了一样 从来不留下一点把柄 以至于后世的人 往往都以为他是一个被法西斯绑架的可怜人 而他也因此成功地躲过了历史的审判 否则他要是像希特那样罪性昭彰 美国人就算想保他也保不了呀 可民一把天皇这些人举起来 自然也能把他拉下来 大家之所以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帅 而是因为大家希望他们能够带自己走出大萧条的困境 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马上就会被拿下 可这些人哪里有什么治国的才能啊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是出外出打劫而已 所以有这些人的存在 二战的爆发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些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